大家好,我是phd微道 还是想拿到一个实案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两个复数 一个复数是8加上6i 另外一个复数是3加上2i 我问你这两个复数哪个更大一点 那么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8加上6i比3加上2i更大一些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问问拆GPT 先来逗逗拆GPT 看看拆GPT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有效的答出来呢 他说在复数预知之中 我们基本情况下不会去直接比较两个复数的大小 因为复数它不具有一个自然的顺序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模来进行一个比较 可以比较模也可以比较浮小 于是拆GPT它就没有上当 拆GPT完全不会被我们这样一个骗区给骗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复数它能不能比较大小呢 我们说8加上6i那个i它是一个复数单位 对不对这个i是一个复数单位 这个复数单位它的值等于更号下负1 那么这个更号下负1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来看看更号下负1和0去比较大小的话 看看谁大谁小 那么更号下负1呢就是我们的i 是不是当i大于0 假如说我们认为i呢它比0大 那么呢于是呢我们就有i大于0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这个等式的两边同时再乘一个i 它呢不会去改变这样一个不等式的一个符号 所以说呢这个右边的部分呢就变成0了 左边的部分呢就变成了因为两个i嘛 它是更号下负1 那两个更号下负1乘在一起呢 它就把那个更号去掉了变成负1了 所以就可以得到负1的大于0这样一个式子 所以说呢i呢肯定不是大于0的 那么i是不是小于0呢 那如果是i小于0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负的i大于0 对不对 那么这个XGPT不知道这个地方犯什么脑抽了 反正是负的i呢应该大于0 我们把这个式子两边呢同乘以负i 因为i是小于0的 所以负i呢是大于0的 那乘以负i的话呢 它两边不会改变符号 对吧 所以是所谓是负i的平方大于0 再乘以负i 那么0乘以负i呢等于0 是不是 那这边呢这个值呢 那个负负得正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是i的平方 所以这边还是负1 所以那又能得到一个阶段叫负1大于0 所以说呢i呢也不小于0 那么i是不是等于0呢 那如果i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个负数这个欲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不可能i等于0 所以说呢i呢和0呢 它不能去直接比较大小 那如果是i不能和0直接去比较大小呢 那么a1加上i加i乘以b 以及a2加上i乘以b2呢 因为这一部分呢不能比较大小 所以整个呢也就不能比较大小 所以整个的负数欲呢 都是不能互相去比较大小的 那我们说呢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当这两个 什么时候这两个负数相等呢 就是当且仅当a1和a2 就是这个实数的部分呢 和负数的部分呢 都分别相等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相等 所以说在负数欲呢 我们是不能比较大小的 因为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悖论 那么给大家结一张藤原梅的这个幻灯片啊 就是我们以前上藤原梅的负变函数 与积分变换的时候的这个幻灯片啊 给大家结一张 那么这张幻灯片里面讲的一件什么事呢 那就是说啊 当i小于0的大于0的时候呢 你看这样的值呢 算出来的等于这个 对吧 那这个就可以把这个式子两边同义成以i 对不对 那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当i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式子两边还可以同义以i 对吧 因为它小于0嘛 所以会导致这个不等式的符号相变 对吧 那它一个符号就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然后它变了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 所以这两个式子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它呢 都会得到同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结论 所以说呢 复数i呢 和0呢 是不能去比较大小的 那些也是复数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8加上6i和3加2i大对哪更大呢 它们两个之间是不能比较大小的 它们两个只能去比较它们的模指 或者比较它们的浮角 是吧 但它们两个之间去进行个数据上的比较 是没法进行比较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 也要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